您好,我是黄景榮,欢迎收听OBFM财经所制作的Podcast财经拷问 公正党在地数级全国大选在全马角逐一百席 为西蒙里面角逐最多国席的政党 因此它的成败就攸关于西蒙能否再次入逐不成 但是公正党的表现往往又是西蒙里面状况最多的政党 不是吗?过去周全表现最差 马来选民的支持度甚至要居于国盟之后 对于安华的领导的满意度也仅比Zahed稍高一点 落后于沐云林和沙比里 所以公正党要如何打破既定的换印象 从而选民对西蒙和公正党的热情 吸引那数百万人的游离票和手头票 而且霹雳州作为前行州 除了由安华带领工程 它又有什么对霹雳州经济发展更实际的倡议呢? 这一集节目我们就邀请了公正党副主席郑利康上来给我们拷问 利康你好 你好 黄博士你好 好 我们这两个星期 我们虽然说这个是BFM财经拷问 但是我们今天不拷问商界的 不拷问企业界的 我们拷问政治人物 所以我们今天有利康 那当然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一次 就几天前就刚正式的提名 提名日 那公正党是这一次在全马角逐100个议席 所以它其实是西盟里面角逐最多的国系的政党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公正党的 在第15期大选的表现 成败其实会决定很大程度 这个西盟到底能不能够再次入主这个不成 好了 那在谈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免的一定有人想说 看回去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州选 马利亚州选 公正党全面败退 荣博州选 那么这个议席 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你们其实担心吗 是 谢谢王老师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在问 但是如果我从我自己的观察 这次的大选跟马利亚州选 这个柔佛的州选是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全国大选 然后它是 就是关乎到整个这个国家的政权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选民不会以这个周选的这个心态来面对 我自己本身在从国会解散过后 我们所得到的一些feedback都是非常的正面的 当然之前可能我们有做错了一些决定 然后我们也做错一些事情 在州选还有州选之前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选民 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去看重说 这一次的大选是在选怎样的一个政府 然后这个政府是会可以怎样帮助到我 我觉得这个是我所看得到的 所以他可能跟这个州选的那个情绪是很不一样的 那虽然话是这么直说的 但是他哪怕是在选州选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个选一个州政府 那基本上也是在当地的选民 在选择一个阶子下来 我的州政府应该是什么模样 那当我们回到这个谈这个全国大选的时候 对 没错 我们选的是一个联邦政府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模样 他的这个关键问题是说 选民其实 或者说希盟对于选民来讲 作为一个联邦政府 展示了一个什么模样 因为当时候大家现在在谈 希盟的曾经的这个22个月的这个政府 所以每次一直提的就是22个月 你看就是说比做还厉害 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既定印象 所以要怎么样子打破这个印象 尤其是说已经曾经在2018年 就是靠那股热情投下了那个票 然后至今有这个存疑的 如何把他们给带了过来 也包括说那个300多万的这个手头足 所以就是说这个戒指下来 你觉得说整个希盟 当然包括尤其是共争党 要怎么样子把这些曾经的 现在还是犹豫者的这些选民 把它给拉过来 是 首先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 走22个月我们2018年大选过后 有一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尽如人意 就是可能人民不觉得是做得很好 可是我是想讲是 比如说拿一个比喻 就是在一场考试里面 本来你有5个小时可以做打的 突然间2个小时后 那个有人把你的考卷抢掉 然后过后就说你怎么做得这么差 你怎么做不好 你这样都给你做过了 你还是不行 所以这个整个评价是对希盟 一个没有做足一个term的希盟 是不公平的 当然我们也了解 为什么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也并不竟然是22个月 22个月里面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当多的改革 只是可能并不尽如人意 就是人民觉得 OK那些做的你是应该做的 可是在那时候我们看到是说 好像希盟那时候是跟人民脱节的 好像希盟那时候只是想到怎样 回去做政府 但是却没有再去谈人民的课题 所以人民觉得可能很疏远 所以就在两场州的选举里面 其实是好几场州的补学里面 都教训了 给我们一个狠狠的教训 从被教训过后 其实我自己本身 当然不一定是别人看得到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希盟它其实是有改变的 是有进步的 然后我们看回希盟各党 比如说行动党 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四代交替 有新的脸孔出来 然后共振党也是还没有到 所谓的四代交替 但是至少看到一个很清晰的 一个接班的团队 从Rafizzi这个属里主席 然后到副主席的团队 都是年龄介于40多岁 这个年龄层 所以人家也看到一个新的 这个接班的一个梯队 所以我觉得在 然后过后就是当然有 我们也是有做出一些改善 就是之前我们被认为是没有去谈人民的课题的 后来我们就做Io Malaysia 然后我们专注谈几个跟人民有密切关系的 比如粮食安全 比如再生能源等等这些课题 重新让别人看到说 我们终于知错 然后知错不要紧也能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的目前 是 当然我想像你刚才立刻你提的那个例子 考试那个例子 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 但是我的听的 或者第一个想法就是 不对啊 这个两个小时 你们考了两个小时 过后不是考官把你们的这个 这个考卷抢过来啊 是你们自己把这个考卷给交上去 就是说我give up了 我不考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当然就要背耍你那两个小时 你自己本身自愿summit的考卷来做这个评估 anyway 其实我会想要谈说 为什么说就是希盟这一次在第五十四大选 要推出一个什么面貌 除了刚才立康你提到的一个点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仅是那22个月 包括后来 在一直不断在更替这个政权的时候 大家的既定印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希盟 就是只是想要重新回到去当首相 但提不出 教不出一个提纲 然后没有办法再塑造一个新的这个面貌 他的这个其实很摧毁性的 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 现在在谈说 这个不同的这个联盟的这个领袖 之间satisfied and unsatisfied 如果看的是莫迪卡中心 就是最新的这个民调 你会发现说 没错 就是最不满意程度最高 但是其实跟着下来的就是安华 他同样也是一个 就是第二个就最不错欢迎的 unsatisfied compared with 可能我们一直觉得说 做得不好的这个撒毕里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牧迪丁都好 所以这个这个印象 要怎么直接给洗掉 觉得说西蒙是人民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选择 因为甚至你可能 我觉得相信利康你也可能会听过说 包括有时在在我们的一般民间走动 跟跟小伙们聊天的时候 其实他们现在似乎有打定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 哎呀 当时2008年 热血投给这个西蒙谈的就是贪污 确实是打了下来 做这个制度改革 然后我们发现什么呢 没错 那几辈子被干掉了 但是说因为在过度谈这次改革 结果经济搞得一团糟 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觉得说在西蒙底下经济搞不好 然后这个国阵的人回来了 然后似乎才把经济给带回来 就是这一次我不要再谈这种什么改革了 然后我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有口饭吃 然后这个经济要回来 所以我觉得西蒙要怎么样子 有什么特别的策略 把整个事情给重新再洗一洗 让人民的这种选民的概念 能够重新再有一个新的 对西蒙有一个新的想法 其实首先我觉得 当然民调是有起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有时候民调 不一定是能够准确的反映说 到底实际的情况是怎样 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回民调 就是刚才莫迪卡中心的 最速欢迎的好像是 是Mohiddin 但是Mohiddin当初下台的时候 当初下台的时候是类似 国界老鼠 什么Karajan Gaga 而且这一个Karajan Gaga 不是说只是政治 政客在说 这个Karajan Gaga 是明显的 这已经是可以准确的反映人民的 当时候的那个情绪 所以如果你讲他 人家对他满意度最高 其实我也不认为 有保留 有保留 对 所以那个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我是讲 刚才你提的就是 经济真的是最主要的课题 就是主要贪污 贪污也是一个 但是经济是会是 这一阶的大选的 很主要的一个课题 但是我去走访这个民间 然后我们跟很多人谈天 很多人觉得 目前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的窘境 是因为国阵国盟政府 没有人再去讲西蒙 毕竟西蒙22个月过后就倒台了 然后国盟上台已经超过 西蒙执政的22个月 国阵国盟了 他们上台已经超过这个22个月 很多人已经把那个矛头 或者焦点放在 国盟跟国阵那边 其实我觉得本来 这个财政预算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让政府去提成一个方向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 我们接下来的东西 这个经济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解决 我们怎样 就是我们提供 怎样的一个方向 可是我们的政府 没有利用那个好好的 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反而提成了一个预算案 没有辩论 然后直接解散 我觉得这个就人家看到 会很草率 尤其是我们国家在经济面对这样大 中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政府给我们任何的解决方式 或者一个方向去解决那个会议率一直在跌的这个问题 所以只要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 我觉得人民都会把这个东西看成是过去政府的一个失败 而不是把矛头指向西蒙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走访得到的一些所谓的一些feedback 如果西蒙成功就是拿下这个步层 那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其实经济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一时半刻可以解决 只是我觉得先稳住那个状况是西蒙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在这么多个这个阵营里面 西蒙是相对稳定的 其实我们经济面对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 当然除了这个全球供应链问题之外 我们经济政治不稳定也是其中一个大的重大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西蒙可以提供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联盟 其实很多人讲 其实很多人以为国政国盟会是最稳定的 因为都是马来人都是同一个宗教 同一个宗教同一个种族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国盟跟国政内部 很多矛盾没有办法解决 党跟党之间没有办法解决 党内也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目前看来西蒙是最稳定的 相对来说 其实当然就是喜莱登这个行动过后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状况出现 虽然我们有经历过 行动党跟共产党都在喜莱登行动过后 都有经历过党选 可是这个党选没有让人觉得是会带来不稳定的 反而是给人看到是希望 在新的这个新的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提供的就是这个稳定的一个征服 然后第二当然是减少贪污 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过去 甚至在州的这个行政 行政里面 我们都怎么说就我们都可以都证明了 我们是可以减少贪污减少滥权减少所谓的这个 leakages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尤其是在面对 经济我们一个大的经济问题的时候 减少 leakages是可以真的是 是至少帮助我们可以稳住现有的这个情况 然后当然我们一直都在提的 就是安华其实有很好的这个在处理经济的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尤其是他曾经是亚洲最佳财政部长 所以我觉得这些种种因素 那也是1990年代的事情 对对对肯定 但是他至少他曾经是 然后比如说我们比较台面上的几个人 在Tamidi Isma Sabri 安华 我觉得安华是在人民心目中 他肯定是会是一个比较好 可以管理经济的一个人才 是那除了这个经济纲领以外 其实在你们的这个Gitaboli的竞选宣言里头 其实也重提了这个大到收费 然后也包括说成人同考 这个课题 但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 想这个你也不会是第一次听到人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还要再重提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大概也知道说 这个事情很难成功的 包括说你要 你当然能够提说 我要废除这个大到收费 包括在我们执政的时候 也成功下降了这个18% 但你这他有代价的 代价就是整个concession period 从2038年 再延长多一个20年到2058年 所以当你要逐步这个废除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你一直不断在延长 那concession period 代价很大 所以好了 这一次再重新再把它放在竞选宣言 我想问的更仔细一点就是 你们有没有什么确凿的 真实确实的这个策略 然后去履行这个承诺 其实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我们这次跟上一次的竞选宣言 当然是有得到教训了 你在在野党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比较确凿的那些数据的时候 你不可以我们讲说大话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是讲逐步减少 然后我就问的直接一点 那如何逐步减少 再继续延长这个concession period吗 这个需要可能我觉得你 我不是很适合回答了 因为我也不懂这个详细 可以怎样进行 因为manifesto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 但是我看有一些effort还是可以减少的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允许 大大的concessionaire一直去延长的 是吗 那how about其中另外一个最低薪资呢 这个薪金呢 就是说因为你们用了一个字眼 叫做structured minimum wage 他们会推出这个就结构化 最低薪金 但我们现在已经有最低薪金 然后也没两年 然后就做一次调整 所以我也很好奇说 不晓得你有没有跟进 就是到底这个结构化最低薪金 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所谓structured minimum wage 也是除了在这个数目 那个amount 我们有固定的之外 我们所谓的structured 就是说成像方面也是要有分别 比如说吉隆坡的最低薪金 跟可能我们在Tron 比较小的地方 较外的最低薪金 它是需要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是across the board 全部都是同样 所以对于城市的一些地方 那个最低薪金是没有办法养活他们的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字眼出来 好 所以那是差异化 就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 对 所以这个就比较符合像欧美的类似的 这个最低薪金 好再问多一个就关于这个全国议席的这个课题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共争党 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议点是什么呢 就是哎呀这个老战友 然后就出来在拔赌这个议席 然后跟自己做这个对抗 他其实回到去一个老问题 就是你要怎么样子 他的这个挑选这个领袖 或者是挑选的这个candidate 他的这个标准在哪里 因为因为这一次包括说在辟底州 其实21个州一系 他有17个新面孔 那可能有些是主动让闲的 但是他的那个标准在哪里 因为他他就带了一个一个课题 就是说到底我们就说 哎只要是继盟的公正党的 我就hardcore fans 其实派谁的不重要 就是说回到去我们的老问题 选党不选人 还是说其实现在的选民 他会更开始在意 就是当地领袖的这个数字 包括说有没有在当地耕耘多年 然后大家如果你突然间把这个领袖 给测换掉 大家都有这个情绪 所以会不会造成说 这个内轰 然后这个拖后脚后腿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担心 像说这个把土也不在你 霹雳州的管辖范围内 但是现在担心说 像这样子的这种选情 他会影响整体的这个情绪吗 其实每一届大选 你都会有这个候选人 然后有人被drop 有人欢喜 当然被drop的这个候选人 肯定他是会不高兴 然后再取决于你怎样看整个 你怎样看那个党 然后你怎样看你的整个 自己本身的政治缺度 因为有些人是觉得 我没有做候选人 我参党也没有意思 有些人是觉得 候选人其实这是政治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怎样去看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党作为一个党 他必须要有一个机制 比如说这一次我敢讲 这一次共争党是我们党内历史里面 最有一个机制 最有一个机制的一次 在领选候选人方面 所以其实是 那个机制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机制就是 我们的选举主任 也是我们的树立主席 Rafizzi他领导 他领导一个十人小组 包括他自己的 一共十个人 副主席七个 然后一个青年团团长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妇女组主席 这十个里面 各个派系都有了 然后我们有一个公开的 就是领选 就是候选的可以 就算你没有得到 去部的祝福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提名自己 所以在那个committee里面 我们是很认真的去筛选这些人 看他们的这个所谓的qualification 我们也看他们在党内参与多久 而且也看到底那个选区 适不适合这个背景的人 所以在这个十人小组里面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short list 就是我们领选的 就是那个领选 候选人领选委员会 他不是他没有权利去选人 而是他只是塞一选 short list不了 每一个选区 我们会有三个short list 然后交给党主席 对 还有跟属里主席 到最后决定选是党主席 因为我们的党章是很清楚的规定的 那是党主席的权利 所以比起以前 这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机制 基本上我们这次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 而且是很透明的 基本上是很公开的 比如说我们怎样召目这个候选人 然后到整个这个过程 当然有一些还是有 有一些是 还是有几个可能是最后一分钟 或者我们讲parachute 那肯定还是有的 只是我们这个机制是大幅度减少了这个问题 你问我会不会说担心这些人会影响 我肯定是担心的 其实候选人对我来讲 越早解决越好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一直在提 包括在党内 也是在push for这个 尤其是没有incumbent的 就是那种已经跳槽了了 我们应该尽快选出来 因为到最后 到最后呢 就算我们先选出来 他们会潮还是什么的话 总比你在大选的时候潮更好 对对对 对吧 他变成一个很不必要的一个焦点 所在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可能就把焦点 从全国这个焦点 然后拉回去霹雳州 因为你是霹雳州总席嘛 然后这一次 也是当时马林国系的候选人 然后这一次霹雳州是关键州 好 你怎么看说霹雳州 应该说你能够给霹雳州的这个子民 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经济发展 你对这个整个霹雳州的选民 要勾勒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景象 就是说当如果你们重夺这个霹雳州政权的时候 OK 其实霹雳州在过去三届大选 它都是我们所谓的5050 实力都是相当接近的一个州来的 然后我们曾经在2008年我们一共有59系 所以我们赢31系 然后国阵赢28系 2013年的时候 我们赢28系 国阵赢31系 最不稳定的州 可以这么说 但是也是最有看头的一个州 在2018年我们是泰 然后过后就 而且霹雳州是有24个国会一席 整个半岛里面排第二多 After Johor Johor是26 所以霹雳州它是可以贡献 如果它可以贡献更多的国会议席的话 它是可以有帮助到我们这个Butrajaya的 就是夺取中央政权的 所以我们会看这个霹雳州作为一个关键州 前线州 然后你至于说怎样一个发展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这么久都是国正在执政的这个霹雳州 然后除了在2008年 然后短暂之政11个月 还有2018年短暂之政22个月 国正我们所看到国正的做法 基本上是在掠夺这个霹雳州的 这个霹雳州人民的一个财富 都是天然资源 比如说木材 砂等等 这个矿 所以没有真正带来很大的经济的发展 其实我们最大的经济发展是 所谓比较大的是在 Tanjumalium Proton 但是Proton 最近才有发展有起色 其实Proton在Tanjumalium也没有什么起色 直到这个吉利入主Proton过后 所以这个不关州政府的这个努力 我的看法是 过去国正州政府是没有认真的发展霹雳州 因为对我们来讲 霹雳州是一个充满潜能的一个州 如果我们能够执政霹雳州的话 首先当然我们是要吸引更多的外资 然后这些外资必须是有value added的那种investor 如果你是吸引那种labor intensive 就是劳力密集的那种工业的话 基本上对整个霹雳州的发展也没有太大 我们认为霹雳州可以成为一个hub 可以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hub 因为霹雳州有很多土地 然后霹雳州的这个土地也非常适合地耕种 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特产 比如说我们在巴西萨拉那边是有 是种到的 然后我们在美罗附近就是种这个jambu 那个水翁等等 所以我们没有好好利用 而且很多菜农是种菜 但大部分菜农 它都是在这个没有机器的地上就种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的发展这一块 导致这个粮食安全出现问题 也导致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没有办法起来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好好利用的话 我们甚至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把霹雳州变成一个高科技的 还有这个农业的基地 还有我们可以做agro tourism 霹雳州是很出名很多 山水 我们讲风景优美的地方是很多 可是没有发展 比如说耶克洞 耶克洞的就是半红不黑半死不火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州的潜能 尤其是我们是处于基东坡跟槟城中间 所以我们是处于在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一个地点 很可惜政府没有利用这个优势 所以导致说什么呢 就是霹雳州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是属于归纳为比较贫穷的州属 然后它也是一个这个人口 这个老年化最严重 对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很多人才就是 当地子民都外流 都不在当地留下来 所以才出现什么 甚至说我们在在医保区 它是大概是全马唯一一个 这个华人的这个华裔族群的平均收入 还要低过乌裔族群的这个收入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霹雳州 可能要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可能能来到节目的这个尾声 让您来说一说 就是这个新盟 尤其是公政党 当然就是有什么这个 先说第一个 来到今天为止 现在为止 那么你们的这个胜算到底有多少 然后再来给你一个时间 来呼吁一下说 这个选民的手中的票 为什么要投给公政党 好 首先我觉得整个选民的mood 还有支持我觉得是不到支持 就是说可能接受程度我觉得是很好 是很正面的 然后如果你问我的话 这种这样的mood 我觉得我们的胜算是很大 尤其在霹雳州 我们是有机会拿下这个霹雳州 然后这个第二是因为安华的这个因素 安华来霹雳州 西蒙把这个霹雳州当成是一个前线州 然后安华来打一个不是所谓的easy seat 安华也是有表现出那种领导的魄力 拨幅成州 所以这个对整个我们西蒙的这个时期 是有很大的鼓舞的 我相信我们这次是有比较好的这个机会 去重新夺回霹雳州的政权 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也不一定要看 也不用看党 也不用看人 最重要是看自己 我们选民应该为我们自己投下一票 我们自己的子孙投下一票 怎样说为自己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去投选一个 你认为可以为现在这个问题 这么多的问题带来改变的一个政府 很简单 我们如果我们要 我们不满意现在的状况 什么东西都涨价通货膨胀等等 但是我们要怎样 要选一个怎样的政府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改变的话 我们肯定不能选回同样的政府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去做回同样的东西 但是期待有不同的结果出来 所以我的意见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高兴 我们对现在的状况不满的话 我们应该选出一个新的政府 就是希盟 而不是在过去三年多 在执政的国盟还有国政 所以我只想希望选民能够好好利用手中的一票 2018年我们已经利用了手中的一票 然后我们把贪官 勿力送进监牢 然后我们也把民主的制度变得更加好一点 比如说我们有反跳槽法 所以现在不能够再有青蛙 不会再有青蛙了 因为我们有反跳槽法 所以这是2022年 我们是说我们希望选民能够再一次 用我们聪明的利用我们手中的一票 为整个国家带来改变 为整个经济的问题带来改变 好 谢谢 谢谢立刚你的时间 谢谢你的分享 加油 好 谢谢 财经考问是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 财经Doraemon和BFM的网站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财经考问每逢星期三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我是黄景荣 我们下期见